不思 我不会放弃的 明天我会继续等你 头好痛 这 这里是 我怎么穿成这样 不对 这里一定是村长家 我若寒家 来的人必定不会帮我 我要冷静 冷静 不好了 新娘子跑了 什么 臭娘们 给我追 在那儿呢 素素 还跟我们回去吗 你现在跟我过来 火烫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们别过来 今天 你要么跟我回去 做未来的村长夫人 要么 你从这个悬崖跳下去 做一个孤魂烟鬼 素素 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他不敢 是 肯定不敢 是他 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 肯定还要死了 赵爹 赵爹 爹 爹 赵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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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还活着 赵爹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就知道你没走 你一定会回来见我的 姑娘 请自重 我们不应该再见面的 为什么 你看清楚了 我根本不是人 可我不在意你是不是人 我只在意你 素素姑娘 我确实对你有好感 但人与妖有别 人的一生对我来说不过是一顺 我不可能用一生去换一顺 你手伤太重 你手伤太重 我只能有妖力相救 若再与我在一起 你便会妖化 那如果我妖化了 是不是就能跟你在一起了 素素姑娘 莫要繁殖 回头十安 童子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我别见你 咖啡 还好吧 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没事不用 这咖啡太好喝了 喝太极呛着了 我其实有哮喘 我前男友挺怕我咳嗽的 每次我一咳嗽 他也特别紧张 那怎么还成了前男友了呢 他是个园艺师 他特别喜欢花草 但我又对花粉过敏 我没说 因为我还是想待在他身边 就靠吃药压着过敏反应 但后来没想到有了耐药性 我就有了过敏性哮喘 这不急性发作住院了 唉 真是个痴情的姑娘 她把我送到医院了 在医生那里知道了全部的事情 但是 在住院期间她对我更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对我越好我就越心慌 前天我收到了她的微信 她给我发了一段话 然后就消失了 这样啊 所以你才刚从医院出来 衣服都来不及换 就赶着往这儿跑 可没想到 这里已经变了呀 浩斯 我 你再忙了呀 苏苏姐 真是苏苏姐 姐 你没事吧 我哪哪都疼 心疼 这还是内伤 黎叔 麻烦你去隔壁村 请个大夫来 姐 看你这摔的 身上都是树叶草根 我帮你摘了 妖怪 妖怪 照你这样说 菩萨的存在 是搜索在回来的路上 告诉你的 你信吗 我信 可是村里没人信 我们刚到村口 她就被绑了 那 就像你们绑我这样 也就是说 村长的儿子 又来纠缠 不是 村长儿子 听说苏苏姐的变化后 避之不及 哪里还会再来纠缠 那天黎叔 去隔壁村 也根本就没请大夫 而是请了个跳大神的回来 那人一见苏苏姐 就说她中了妖骨 必须烧死她 才能保村里的平安 天快亮了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我在那儿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铺子 等一等 你为什么 要告诉我们这么多 因为她不是坏人 我不希望你们伤害她 她都把你们困在这儿了 你还替她说话 是 我爹总说我分不清厉害轻重 我是不懂 如果大家做错了事 难道就不应该承担做错事的后果吗 难道只因为人多 就可以定义人少那边有错 就是这儿 那天晚上他们架起柴一堆 我爸都会做错了 我都不在这儿 我都没想到 我怎么会 都不在那儿 我怎么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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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越远越好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我要留在这里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 如果说明白能让你好说一点的话 四处姑娘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从来没有 但我希望你开心 不死 死 死 全死了 你们把不死还给我 你要不要杀人了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 都因此付出代价 没有 遥远 无疑 有 我 流